再过几个月 台湾就将到达国际定义的超高龄社会 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 根据统计 这群人也同时拥有台湾三分之二的资产 台湾首家第三方居家照护媒合平台 优照护 特别于远雄人寿举办完美登场讲座 远雄长盛通讯处经理 行亦旺深入浅出说明了资产传承规划有多重要 我最近有几个客户小孩子都在打官司 为什么因为爸妈偏心做了一些规划 没有做得很好 就会变成小孩子很多的资产都变成付给律师 为什么因为律师费出庭要费用 写状纸要费用 要花很多钱 虽然台湾民众的平均寿命有80岁 但是现阶段不健康余命时间却高达8年 产生大量医疗与照护费用 如果60岁或65岁退休 要准备多少退休金才能过上完美生活呢 在第一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中 优照护隆重推出高龄金融健康照护新趋势馆 邀请各届名人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大家做信托的屁股多 第一个大家会觉得信托很贵 这个是有钱人的事情 在国外确实是喔 在国外那个信托啊 家族办公室啊都是有钱人的事情 可是台湾在推不会结合 那信托在整个演化上面来讲 其实也现在越来越结合 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优照护 有跟几个我们的金融业上面 有做合作嘛 他也可以那种信托上面去做结合 这次展场中优照护也隆重推出新书 《分身有数的新校道》 家人照护的另一种选择 书中收录了许多高龄金融 及退休规划的实用内容 吸引了满满人潮抢购 优照护也期待未来 能与更多金融业先进门合作 共同推广高龄金融与健康照护新知 替台湾高龄家庭客户 打造更全方位的财务保障及资产传承 加上健康照护方案 提升两代人的共同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